二师兄 把你的脑袋攻陷出来吧 师父饿了 大家好,我是大梦 今天再整一个猪头 这个猪头10斤重 花了150块钱 再把猪头的先卤制 后熏制 做一个熏猪头肉 看人家二师兄的神态 一种满足感 感觉特别的安详 来吧,咱把二师兄的脑袋 处理一下 把猪头的表面 烧一遍 上边还有一些残余的猪毛 还有那种皮筋味 用钢子球 再把表面 打磨干净 猪头肉 还是我非常爱吃的 这晚要是下着酒喝 非常的好 这个猪头 买的时候 人家从中间已经劈开了 我们现在把它给分开 耳朵 咱给它单独的 拉下来 耳朵这个窝这个地方 给它分开 这个是猪舌头 单独拉下来 把大猪头下锅焯水 来点姜 料酒 准备一下卤制猪头的佐料 香叶 香茅草 小浑香 肉蔻 花椒 干草 白芷 桂皮 草果 梁姜 炒好了 把猪头捞出来 把猪舌头的舌苔 把猪舌头的舌苔 给它去了 锅里呢 来点油 来点冰糖 炒个糖色 小气泡呢 转成大气泡 加水 生抽 料酒 鸡精 再来点盐 再来点老抽 再来点老抽 准备好的佐料倒进去 二师兄啊 莫怪为师心狠啊 现在把这个猪脑袋 给它大火煮开之后呢 小火卤上一个小时左右 咱再准备一个熏肉的熏料 这里边呢 有柏树的锯末 还有白糖 有那个茶叶 搅拌一下 现在是有一个小时 零十分钟了 可以了 出锅了 拆肉 拆肉 把猪头肉拆下来 把锅里呢 铺上锡纸 宣链 撒上 放上壁子 放上猪头肉 这个猪皮呢 要朝上 还有二师兄的耳朵 开始冒烟了 盖上锅盖 熏吧 行了 我觉得熏到这个程度 可以了 出锅了 再把熏好的猪头肉啊 刷上一层油 这个油呢 用熟的色拉油 加上芝麻油 二合油啊 切个猪耳朵 再来上一块猪头肉 好 兄弟们 香薰猪头肉啊 我最爱吃猪头肉 尤其是下酒喝 来吧 二话不说 开整 开吃了 哎呀 我最爱吃的小耳朵 哇 美妙的香薰味 非常的浓郁 而且呢 非常的入味 太好吃了 哎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呀 马上天黑的 正是风高一黑 喝酒时 来 好 有一句话说的好啊 猪头肉就酒 越吃越有 整了两瓣蒜 嗯 嗯 就是蒜瓣吃 更香 其实呢 要是 炸点蒜泥 嗯 也是可以的 吃肉不吃蒜 一半 香味水一半 哎呀 没喝好 没吃好 我再去整点 咱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 我们下期再见 小伙伴们 拜拜